這個大型的物品掉落在馬路上的案例 是層出不窮 過去就出現過大型的人偶花燈 掉在這個國道上面導致車禍 還有這個城隍爺的神像 因為風大沒有綁好 從貨車上掉落摔斷頭 最常見的其實就是啊 床墊 家具 掉落地面 我們就實際採訪到這個清潔隊員 問他們要怎麼捆綁 這個大型的物品才安全 接著就來看到我們的報導 大花燈掉在國道上 好幾名駕駛來不及反應撞上去 還有貨車開著開著 大風一吹 居然就把車斗上的城隍爺神像 吹落到地上 神像當場斷了頭 上個月台中也有快速道路 發生掉床墊的事情 而且一次還掉兩張床墊 大型物體掉落在馬路上的案例 其實不少 到底要載這些東西上路 怎麼捆綁才牢固 清潔隊員告訴我們 如果要固定床墊 最好立著綁 繩子打活結就行 但秘訣是要邊綁 腳邊施力壓一下床墊 讓床墊盡盡量貼合車斗門板 最好都不要超過這種高度啦 超過高度比較危險 有時候大號會不會出去 而條狀物品像是木棍 鐵棍等等 則是用繩索捆綁後 兩側最好再放上其他物品 讓棍棒可以固定在中間 不會左右移動 再使用另一條大繩索 綁住整排貨物即可 清潔隊員提醒 如果單純把物品 放在架子上 是無法完全固定的 一旦行進路不平的地方 或是有大風一吹 貨物就會東倒西歪 一定要靠繩索固定才能安全上路 華視新聞王山 張春風 台中報導 見駛 報道 這裡訓練的標誌